國民黨主席朱麗倫訪美行程 稍早拜會了美國國務院表示 很高興見到老朋友 雙方從安全 經貿 科技 談到能源議題 而朱麗倫週六 六號也在華府智庫 布魯金斯研究院公開座談 他表示俄乌戰爭爆發之後 兩岸問題再次成為美國國防的首要話題 國民黨方面堅持與北京進行 基於原則的接觸 在華府智庫布魯金斯研究院 的座談會上侃侃而談 國民黨主席朱麗倫訪美行程的其中一站 分享台灣和美中關係之間的定位 朱麗倫表示 兩岸問題在俄乌戰爭爆發之後 越發迫切 台灣再次成為美國國防與 戰略界首要討論的話題 國民黨認為接觸和溝通比衝突和交陣更可取 因此堅持與北京進行基於原則的接觸 通篇演說中朱麗倫未提及九二共事 在媒體提問時間 他強調這次訪美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重啟國民黨的駐美代表處 以及為國民黨未來的總統候選人 和美方建立溝通管道 但與他本人完全無關 記者 朱峰柱 齊昌 綜合報導